哈喽我是虚零六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Mac初学生的界面介绍 那关于这个主题呢 之前已经有分享过第一集跟第二集 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 请一定要先点选第一集跟第二集 看完以后呢再看这一部第三集哦 那我们赶快来进入课程吧 那在这里可以分享几个快捷键 如果说你今天的网页要重新整理的话 你可以按下键盘中的Commet加R 如果说你今天要开启一个新分页 你可以按下键盘中的Commet加N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关闭这网页的话 你可以按下键盘中的Commet加上W 相信很多人在浏览网页的时候都会有个问题 就是会觉得网页的文字好像太小或者是太大 那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把网页的文字放大跟缩小的话 按下键盘中的Commet加 你可以调整到你要的大小 那缩小的方式也一样按下键盘中的Commet按下减 如果你还想要更小的话可以再按一次减 关于电脑开机的时候会有声音 那如果说你习惯开机的时候要没有声音的话 你可以在关机之前先按键盘中的音量键 当出现荧幕中这个符号的时候 就代表音量已经关闭 你再进行关机 等到隔天你在开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电脑没有声音哦 打开视窗以后通常视窗的左边 它会有内建这几个喜好功能 关于选项的符号大小你可以自己设定哦 打开系统编号设定 点选一般 在这里有个选项 内建的选项是中 如果你选择大的话 就会变大 那如果你习惯小的话呢 你可以点选小 它就会缩小了哦 可以根据你喜欢的大小去做调整 那关于喜好项目 你也可以自己新增跟移除 假设说你今天有很常使用的资料夹 你可以将它拖曳到旁边 变成像快捷键的感觉 我现在举例假设我点选使用者 我将音乐这个选项 按下去以后用拖曳的方式 有看到旁边出现蓝色的线了吗 这就是你可以摆放的位置 放开滑鼠 它就会建立在这里了哦 那我们先回到上一页 这样子你下次要点选音乐的时候 只要从这里点进去 它就会出现了哦 那关于移除的方式也很简单 点选你要移除的选项 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移除 它就会消失了哦 那关于旁边的新增跟建立 它只是一个快捷键的概念 所以呢你把它移除后 你电脑里面的资料还是在的哦 那如何查看电脑的硬碟空间呢 点选苹果 关于这台Mac 选择储存空间 在这里它会帮你计算 系统的部分 文件的部分 还有你安装的软体 等等在这里都会显示出来 如果说你今天空间不够 你想要移除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下管理 在这里它会帮你分类 像是文件啊 垃圾桶 讯息邮件等等 我在这里举例我点选文件 你可以非常清楚看到 你的电脑所有文件的大小资料 可以直接把它移除掉哦 如果说你今天使用的输入法 不是注音的话 希望增加苍结的部分 你可以将滑鼠点到上面输入法的地方 选择最下面的偏好设定 在这部分你就看旁边有美国跟注音 这是目前我的输入法 你要新增的话点选加 在繁体中文这里 你可以找到苍结 按下加入 这时候将滑鼠移到右上方 输入法的部分 你会看到它已经有三个了哦 那移除输入法的部分也很简单 你可以选择你不要的输入法 点选它以后 按下减 它就移除了哦 关于中文的标点符号要如何输入呢 只要记得在输入标点符号之前 按下键盘中的shift 按下豆点 它就会是全形的豆点 按下点 就会出现全形的据点 按下问号 就会是全形的问号 惊叹号 那顿号要如何打呢 你只要单纯的按一个按键就可以了 看一下键盘右上方的中间附近 有一个斜线跟直线的按钮 按下去以后 它就是顿号咯 那关于标点符号的输入方式 你们都清楚了吗 如果你们今天有完整的看完今天的分享影片 记得在留言的时候输入一堆标点符号给我吧 那我就会知道咯 那关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个喜欢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概念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部分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